早晨啦 今天是11月12日 記得去年11月11日的光棍節 我來到了大嶼山逛分樓 今天11月12日 一年之後 我也是來到大嶼山 我們今天走前面那個 鳳凰京 今天是安康的 走這個鳳凰京五段 剛才9點鐘鬆一點 我便搭車來到東涌 然後便搭這輛23號的巴士 然後便搭這輛 東涌就搭了這輛去寶蓮寺的巴士 在心屈道後便下車 在剛才那裡走下來 過馬路就剛剛好 在鳳凰京五段的起點 那我相信今天這段路 就不會有太多人走的 那就人少少 但是呢 風景也是美麗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選了這個路線來走 今天天氣都非常明亮 好像都沒有什麼暈 所以呢 希望風景是會漂亮的 我們一開始便會有一個大草地 都漂亮的 有一個涼亭給你 先整理一下 然後呢 就會有一個公廁 我們呢 可以看到呢 今天鳳凰山很清 另外那邊就是九雅嶺 所以呢 天朗氣清的日子 好少可鳳凰山呢 是沒有這個暈的 那 那我們呢 去完這個廁所之後呢 就 開始就要上山了 哎呀 還記住了那頂門 OK 那 我們 主要是走去萬丈步 走兩個小時九個字 7.5K 但是呢 這個是跟鳳凰境走的 鳳凰境走的 所以呢 我們 主要的路線都是繞著這個鳳凰境 五段來走的 那 開始就有一段上山的路段 那 就 上完之後呢 那我們第一個景點 是一個 比較開陽一點的位置 那 那 有條路呢 其實可以 off track去這個觀音山的 那 呢 上個觀音山的山頂呢 看來的風景呢 都是很美 很開陽的 那 就應該會看到了 鳳凰山啦 大東山啦 石壁水塘 一帶的風景 那 它前面就沒有遮擋 那 就 非常之美的 那 看看我們等一下 會不會上去啦 那 如果 上去呢 那我們都可以 看一看 景色 那我們開頭這段呢 就是 主要是 上山的路段 那 那 都是 樓梯級來的 那 那 都 都靚的 其實 我覺得這段路是 很靚的 其實 那 還有呢 不是太多人來走 那 所以呢 就 欸 是被忽略中 這個 CP值高的路段 那 那 那就 欸 加上今天 行日啦 那 應該呢 是再少些遊人的 通常都可能是一些 欸 上了年紀的 欸 老人家 那 來交遊 那 但是對於 他們來說 可能就會 有點 長 或者辛苦 那 所以呢 這段路 就 是 被 低估了 是的 那我們 原來都是這些 石路 那 待會去到有太陽的地方 那 看出去應該都是 很美 很開揚的 那我們再上幾球 看一看 那 應該 就看得完 整個 鳳凰山 你看 多美 哎 對了 那 鳳凰山 鳳頂和黃頂都看完了 今天 簡直是 沒有暈 正 那 那 我呢 已經想去 記住大家 那 今天 藍天 白雲 非常好 那 就 欸 那 我就先 慢慢走上去這段 山路 那 因為 我們上了大概 一百米左右 我們可以更加開揚 可以看到 前方 就是這些樹後面 那裡就是大澳 那 另外呢 可以看到 港珠澳大橋 那個 那個橋 那 正在澳門那邊 那 另外後面那些 就是珠海的地方 那 這樣 這裡都可以看到 禮立山 正前方 這個 還有那 是一兩點 左右的 鳳凰山 那 我們 就 先 繼續 向上走 那 風景是 遠一點 那些是有點霧的 那 那 都是好似 冬天那時候 一陣 有一陣沙 有一陣霧 灰模模一樣 就這樣遮蓋 但是近的那些都是OK的 而我們對面那些就是施山杖山那些地方 那裏的風化就會比較厲害 而且路是比較難走的 所以這些要練好體能 或者有人跟我一起走的時間才走 我們現在呢 繼續都是由這些大石砌成的路走走 那這些路都是挺舒服 比那些立體級的 那些天才氣的那些 那些立體 這些是比較原始的 而且都比較 但是它又做到平 平一點 感覺上是原始一點 那所以呢 感覺上那個 是會和諧一點 配合多一點這個大自然的風景 那我們一路 都是沿著這些路上的 那我們呢 差不多到一個分岔路口 然後想對前面的觀音山 那還有呢 跟著鳳凰敬衍的分岔路口 那我們回頭一看呢 那就可以看到 更加開揚的景色 那前面 左手邊的大澳 那 施山杖山 那裏那些深屈一帶的寺廟 那另外呢 那就可以在山那中間 看到對面的屯門 那可能是深圳 那些高樓大廈 是深圳來的 因為那個已經 其實過了那些龍古灘的地方 那後面那些樓是深圳 那另外就是鳳凰山 那我們呢 到現在可以隱約地看到 一層灰色的東西在前面 下底是灰色 上面是藍色 那 不是 應該是中間是灰色 上下都是藍色 因為下底是海 上面是天 那在中間那裏特別呢 灰蒙蒙一片呢 就是綠地 好 那我們呢 就如果你要上去這個 觀音山呢 就會可以沿著這些小路上 但是呢 它就相當之密的 那應該是上去的山頂 其實是很漂亮的 那現在鳳凰帝就繼續走這段路 那 就 前面呢 也有一個很漂亮的觀景位 那 那 那當然 不夠上面山頂那麼開躍 那山頂 話畢都是 什麼都沒有遮掩 那但是呢 它太密的 那所以呢 這條路 這條路 能不能上去呢 如果這條路 我怕太密的 可以刮到我的腳 因為我的腳 就 未好 上次刮傷了 我們嘗試一下 看看前面 哎呀哎呀 不要了 不行了 不想了 我不想刮花我的腳 因為 現在很乾燥 刮花了很難好 好吧 那我們就 拜拜了 這座山我們 不來了 那我們呢 沿途這條 山徑走呢 上去那個石頂那裏 就是一個很開躍的位置 如果有機會 沒什麼人 先放第一次的飛機 先 拍一拍這個 美麗的風景 對 那 都 相當之 不錯的 認識 是 我們可以 看到對面的鳳凰山 待會可以 連石壁水塘 和九雅嶺 都看不到 所以 這條路是超直的 好 我們呢 今天幸好是 風不大 防飛機應該是安全的 我們來到這棵樹 然後呢 起 在我手邊 還有一些路 就是去石頭那裏 大家拍一下 拍一下 前面就是石壁水塘 是不是很漂亮呢 後面就是那個水口村 就是同時那個泥灘的地方 好漂亮啊 這裡 好漂亮啊 這裡 那就 有 幾塊石 我們可以在哪裏上去呢 之前有條路上 但現在變成樹 被樹遮住了 對 對 這石 遮住了一條路 那會不會真的要 就這樣爬上去呢 在這裏 好 那會用 所以石頭 看看後面不能上去 本來我們就是 要上那座山 或是想上那座山 但因為太過密林了 所以我們就現在不上去 所以我們就 我們呢 好 上一上這個石頭 看我怎麼上去 很難落 上去都落不著 還是先 那些大石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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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未拍片 上到這裏 就開始有些人 山上來 剛才我們那個觀音山 就已經有兩個人 上去山頂了 另外呢 對面呢 就會是鳳凰山 我們今天看到鳳頂 和黃頂 都是非常清楚的 對 很少河是沒有暈 沒有霧遮住的 九雅嶺也是一樣 這個是西九雅 另外後面那個就是中九雅 都非常漂亮的 應該今天走那裏也是 我們現在在我們眼前 這個就是石壁水塘 現在呢 就比我們上一次走西九雅的時間 它的水就多了很多了 已經 一兩個小島凸了出來 之前呢 是差不多乾堂 就是我們上一次走光市 另外那裏就是 那個沙咀的懲教中心 外面那些就是索古群島 那些群島都蠻漂亮的 那些島仔 我們等一下就會沿著對面的山路 一直會走到大澳為止 所以趁現在那些人未上來 或者未來到這裡拍照之前 我就準備要離開 還有拍到兩張照片 那我就離開了 那我來呢 離開了 剛剛有很多人上來 我們很多人 十幾個 那我就 等他們還在拍照的時間 那我就下山了 那呢 這段路就 下去那個山谷 接著就會上對面那座山那裏 那裏 那裏 下那個位置都蠻漂亮的 上次我和阿老闆一起走的時間 那有段樓梯是 我覺得是蠻漂亮的 那還有上對面那座山呢 那山路也是很漂亮的 而且風景也是很開用的 那所以呢 那我們就先到違法阿晨他們 在拍照打卡的時間 那我就先下去了 那這裏有少少 一段 沒什麼景體的路 那我們呢 上這座山的 那 就是 居座這樣上 差不多到頂了 那 那 原來呢 上這座山就有很多樓梯級的 那 我們剛才就是對面那裏 那 那 看到正前方 那個山頂有點白色那裏 那裏呢 其實就是剛才那個觀音山了 那我們就在低一點點 那裏就放了轉飛機了 那就是那棵樹那裏 那裏就放了一隻飛機 那我們現在有些人走下山 那應該有些人會上來的了 那我們呢 這個風景就比較開陽一點 那就是 那 都是以這個 鳳凰山和石壁水塘 水後一帶的景色為主 那但是呢 上了山頂之後呢 那等一下就 會再變得開陽一點 那可以看到山後面那些東西 那些景色的了 那我們今天就看到那些飛機 在西邊那邊的跑道就起飛了 那 然後 然後 那裏到 那裏飛機很長 那 經過石山市山上面 那 那我們現在呢 就繼續 慢慢走樓梯上去啦 那這段 開頭就會有少少 窄一點 和多些 草 那裏到西邊的 那相信下 高一點就開陽一點了 那 那景色就會 再美一點了 那這裏 其實這裏 這裏 其實是挺漂亮的 那山西呢 其實它都挺漂亮的 我覺得 那所以 有機會可以 來走一走 那 其實這裏 挺好的 那 那 可以 看到剛才那條山徑了 那我們就在那邊下來啦 經過前面這座小山幽啦 不是經過那些樹林 然後就再上山的 唉 無盡的樓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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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能差了 沒什麼氣 唉 真的要做一些 運動才可以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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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其實看到呢 保連寺 還有 大澳中間 那段深入 那段路呢 其實都隱藏了 很多 不同的寺廟 那 除了保連寺之外 那裏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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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他那裏還有一個 那裏還有一個 那裏有很多 佛門清淨地 唉 唉 但是嘛 雙眼 撲上我十多 那裏 嚇死我 不襲擊 景色是漂亮的 這陣子的天氣也不錯 適合下山 早晚比較涼涼的 有天情沒什麼運 下山是挺漂亮的 好 下一次 我就想 有幾條路想走 青蝶隻上青山 黃水牛山路想多走一次 白鮮嶺 我的Fuel Ranger地圖沒有那條路 所以 又想走一走 往下滑地圖 青山路也沒有 青山路也沒有滑 所以 對上滑又滑 已經有人追到上面了 兩個人 對 他們兩個走得比較快 這裡 是否很想來走一轉呢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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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路超索的 這裡 真的很漂亮 我們來到這個 少少的平地了 唉 看看透明 是嗎 趁緊用 搬救這些山 才能到大澳 好啊 唉 唉 走一走 唉 沒有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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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了 那 這條小路 其實就可以上這個山仔的山頂 那 又是很密林 所以我不想刮斷 那 還有我們上次走過的通路 所以 我們就跳過去了 繼續 向前面那個 薑山進發 那 薑山有400多米高 好像上面有一個人 現在 就慢慢走過去了 那 不知道 這裏 看草開了沒有 那 那 那 應該有一段路是 整個山頭都是 亡草 那 大東山那些 開始 有 那 這裏 我想都差不多應該也是有的 那 希望等下去到 那些漂亮的亡草景 那 好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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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檢utral 那 那 就是這裏 那 柔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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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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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 那 是蠻漂亮的 有個標高柱 這個是薑山 我們來到這個450 39米的薑山 終於到了 我們有個介紹的牌 講一個自然歷史勁的東西 我們會沿著這些山路 我會有個分岔路 這個小卡就會下去介入 我會去前面最高的山 靈匯山 鳳凰劍就會走那段 在那邊跟靈匯山 就會有些芒草 那裏是蠻漂亮的 靈匯山蠻開亮的 看到下面的分路 我們看到那裏是跑山的 所以他應該走得比較快 我們待會選擇 分岔路的時間 走右手邊 就會很快到大澳 那裏可能會節省 至少兩個小時 如果走靈匯山 就會多一點 還有長一點 好了 我們呢 先繼續向靈匯山進化 那個師兄很厲害 不應該叫他那個師兄很厲害 太好山了 剛才看到橫下威越來 要靈匯去 所以 很厲害 你看看 已經見了影 現在才慢慢在這裏下山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長出這個靈匯山進化 我不知道 那個芒草字還沒有開 但這裏應該是芒草 但它還沒有開 你只能再遲些時間來 你才會好看 好了 好 現在處理這段 好像比較多大路 不用說話 對,我來講就 先把這個 先把我放下來 先把我放下來 然後先把我放下來 把這盒子 放下來 所以也有恆心平宅 所以我們就要保重溫度 平均力又差 腳有痛 又累 行山 上山的路段又很辛苦 有夠氣 這陣子沒有吃薯片 好一點 有一點好的地方 這陣子沒有吃薯片 這陣子比較平坦 路道比較平坦 所以好像高師兄一樣 他可以跑 他的裝備比較輕 不像我一樣 不太多東西 所以他很輕易 就已經見了人 在幾個身後 慢慢在氣 膠油沒有那樣響 繼續 嘔嘔 今天主要是看望床 但這裡好像還沒開 這樣可能很快走 因為不用拍照 不可以拍照 不懂 就這樣 先欣賞完鳳人 那我們 鳳王京 走到前面 就有一個 類似十字路口的位置 會去很多不同地方 就 由 一旦途邊的路口 就會回到 石碧印水道 前面就會去凌匯山 左邊 右邊 就會去大澳 應該是那條小車 這裡 會去大龍灣 九嶺村的人水道 我們繼續走這邊 會有一個 黃色的 鳳王勁的派 去深屋道 我們剛才起點 那半小時 3K 去凌匯山 就半小時 1.3K 所以 我們向凌匯山進發 我們剛才 就 在山上 這樣走下來 一會兒 稍後 會前一點 路面 會比較適合 有一個 分岔路口 下面 有幾步 又有一個 分岔路口 教我們怎麼走 靈匯山 靈匯山 左邊 大澳 萬丈步 那些 右邊 這裡 很快 就是 龍仔 三個字 這個 是小卡 現在去凌匯山 就半小時 然後再繞 會長一點 那 就 試試一下 看 你是想怎樣走 好 那我們就選去 靈匯山 喂 我們 是去看 Montro 走遠一點 我們現在 三點五期 這個是正規的鳳凰勁路段 所以呢 我們今天走 很短 就會繼續 因為 否則 就會繞著那些山 走過去 龍仔 五遠 我們就會 快很多 因為繞少很多 那個山頭 還有 就 以牠鴨為主 我們現在 都會 先上完 然後再下去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會 會 久一點 少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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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 人群的前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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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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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都是沒什麼的 風景是漂亮的 因為我怕中午開始 因為太陽大 射到地上 景色是比較猛 我怕沒有那麼漂亮 這條路是很漂亮的 你看看 繞遇的山路 和周圍的山際 我覺得是超漂亮的 不能算 非常非常漂亮 這條路是很舒服的 我真的會推介給人 真的要走走一條路 雖然它是大雨山 但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等一下 剛才這條路的三個字 就走到了 差不多到龍澤 萬進步 這邊 這邊 我們要繞多幾個山線 再繞進去 然後繞進去 我今天就想走到大澳的觀景台 那邊 那邊 可能 這條路跟上一次不完全一樣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不過我要去 要走第二條路 下去了 好 好 希望我能找到這條路 和不太難走 我們剛才在對面那邊 看過你 這個山仔 我們現在 就慢慢上這些山路 那些爐房都不錯 都不錯 比較遠 遲些 那我就走得不太辛苦 是啊 唉 現在可以看到遠處的鳳凰山 前面高層的姜山 先讓我們走一些小山 好像那些大隊都還未到姜山 我剛才去姜山 他們才在那個平台的山峰 那個山峰有一個平台 我們應該是等在一起 才繼續走 所以現在就 不簡單都可能不想到他們 別管了 不知道靜靜地也不錯 我們一落後 然後進行山頭的形式 然後再往下 我們正在走回生的路段 這段是終於有蜂草 多一點的蜂草 死了蜂草帽 但這裏還未開得最美 未來最流盛 開始有一點 但大部份都是綠色的 哎呀 這麼多了 現在我們先拍照 這裏如果再走一點 遲一點的時間 整個山頭都是 我們現在先拍照 其實不太拍到 是很漂亮的 有很多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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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在路邊了 但我又不適應蜂草 前面的山頭也是 這段是很蜂 這段是蜂草 那邊多一點 看起來會漂亮一點 但是呢 這隻蜂草 是蜂草 那邊多一點 看起來會漂亮一點 但是呢 這隻蜂草 hence 爬urable 這邊很不 Quant 就是 再一次 一月 應該會更漂亮一點 那我們 一陣容 就是比較 看起來很靈点 Clear 可能太少人走 總之 再大一點應該會恢復一點 好了,繼續看 看,有多少網草 網草沙漠 那些物件呢 但是我不太懂得拍網草 有些網草卻我也不懂得拍 那,算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會上那座山 這段路是少人走的 現在我們的左手邊、右手邊 都是很多網草 這座樹圈 先別走 我們會走 這座樹圈 我們會繼續往前走 所以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現在看見了 看著頭髮會不會漂亮一點呢? 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就是在鏡頭上 我手機就不拍了 不說不拍了 這裡也好 看到很多,但仍然有一個行業的櫻花、蜂蟲,但仍然沒有食用 L043 我們先在這裡休息一下 休息一會,先吃東西 這裡也是我們休息的地方 我們先吃這塊石 今天風景很清淡 你現在看不到紅色1點,那個是姜山 11點方向是尼納山 1點方向是鳳凰山 2點是西九雅 2點和3點中間就是中九雅 我們可以看到有近一點的石壁水塘 然後我們連香港島都看到過 香港西的西高山 太寧山 另外南亞島也看到那些煙筒 很漂亮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吃 看到有一個外籍人士跑山跑上來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剛剛吃完東西 大概是中午時間 來到這個山上去 我們就準備向這個領梅山出發 我們就準備向這個領梅山出發 那麼 嗯 剛才就 這段路就少人一點 這段路就少人一點 剛才是看到一個跑山的那個 惡藉人士 然後就 沒有見過人 剛才在吃東西的時候 都聽到有些人聲 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走這裡 還是很遠的那些姜山 他們說話太大聲 所以呢 我這裡都聽到一些人聲 這個就不知道 我們現在就慢慢地走上山 然後呢 就會看到靈梅山 現在呢就在我們前面 那這裡有很多草蠻 蜥蜀 圓爐也很多 幽人 幽人都看到很多 不知為什麼會不會乾燥的時間 這幽人就不走出去 不是 是 起個 泥油 那裡 這裡也有少少芒草 但是就 不是說很多 沒盛放的時間 我們現在呢 就 要上山 少少斜的 那 希望都可以了 但是呢 今天的 天氣就非常之好 那 那 今天天氣比較乾燥一點 那就 嗯 不會覺得很濕熱 乾燥 雖然有些太陽 散下來 是可以的 有些溫暖的 那 另外 就 嗯 有些少少風 不是說特別好大 那 那 今天 這麼少放了一轉飛機 那 就 都幾滿意 對 因為 每上次在河咀那裡 這麼大風 那 今天 好像 沒什麼風 所以呢 就 都幾好 不錯 對 那 那 就 嗯 現在 我們不會上這座山的 那 我們就是 旁邊經過 那 要再走上少少 就是那個靈匯山 那 那 那 就會 有一個 是靈匯山的派 那 那 然後呢 就 有些米高 其實是很美 很開 那 那 來 看看 看看 那 風景多美 走回呢 就會是分流的地方 那 那 前面那個就是靈匯山的山頂 那 現在呢 很和諧啊 感覺是 有綠草 呃 淺啡色的泥露 那 那 其實好像在外國那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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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舒服的景色 還有今天有太陽 我覺得很漂亮 很舒服 走進來就真的不同了 真的好很多 現在就慢慢走上去那個 這個山口就會看到大澳的景色 這個林匯山前還有一些山頭 有一個大陷深 都是一個很高的山 在鹽洞分岐上 大澳其實是在那邊的 所以我們稍後要繞回去 繞回山頭去大澳 所以呢 剛才說分岔路後到大澳 去萬丈佈 三個字就可以了 如果走林匯山就會長很多 一條路 好 那我們呢 現在 向這個 靈匯山山頂 但是 這裡有一點點風 是兩地的雪 這段路上山頂 都不太斜 而且是平溫 也算平溫 和容易限 挺好限 而且其實很漂亮 我們呢 現在 差幾步就到了 上去呢 山頂都不太好 你們現在 去看見 西南部的景色 大澳山 西南部的景色 那 這裡呢 也挺漂亮的 我們要看見 後面呢 其實都很漂亮 景色 看見 我們今晚走到山頭 前面的牌就是在令尾山的山頂 現在是L044呢? 看看我的牌子 先來一個令尾山的山頂 490米 很厲害的 標誌L044 我們先欣賞一下這裡的景色 高一點給大家看 來看過馬上看 這旁邊放了 六千萬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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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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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介紹一下 剛才只看了一個風景 還沒講解風景 正前方先 那裡是鳳凰山 接著是我們剛才的薑山 還有一些小山頭 來到這裡是靈匯山 我們可以看到遠處的江湖西 另外呢 南華島也看到的 接著前面就是鎖骨群島 下面就是分樓 這裡有些山路 會有些分岔路 有一個就會去分樓 前面那個就會去過大河沙沙 就會比較多一點 會有些水 另外等著呢 我們就會在裡面有些山徑 就可以走回大澳那邊 我們稍後就會 到它的分岔口 就會轉右 就會走回大澳那邊 那就可以走的了 沿途會經過萬丈埔 那裏也會另外 會有些少腳分枝 那一邊就會 兩個分枝路 都是在大澳的左右兩邊 會走回大澳 這裡的山路其實也不理 但是不知道下去分樓 這些路要下多久 還有會不會很難 因為 都其實 可能遠遠地 因為如果你落到分樓 之後就要繞回後面 就會再長一點 另一條路 對 剛剛看到有個外籍人士 我們在這裡欣賞風景 那我就 那我就 剛才在這裡飛了轉飛機 這裡被一個大風 那就 受傷了 那 被機翼解塵 因為它那時候有風 那就降落不到 在我的手掌那裡 就被它的機翼打到一打 那就 就被他解塵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在這裡看到了 嗯 那個就是 我們走那個引水堂 那就走到沒有多久 其實會有一個半島 那那裡可以出去的 對 然後就沿著山仔走 然後走到那個九嶺沖 對 然後那裡就會下去分樓那段路 然後那裡就是分樓 對 其實也很漂亮的 那段路也很值得走 對 那就 那我們也看到山上也有一些山路 其實也是很漂亮的 對 那就 那這裡的山路反而更漂亮 其實很想走一下是什麼 但是 算了 我們現在是12點多 那我們也是 我們呢 剛才很漂亮的山景 我們現在就在走 這就是山路山了 對 所以 看到呢 海裡會有些 雲的導影 所以呢 會見到它會有些 不同的深層顏色 然後 也很漂亮的 那這一段 沒有太多芒草的了 那麼 到它大了 也應該是沒有芒草的 所以那些要拍的芒草 就是剛才所說的 會山之詞 那一堆山 那一堆山 就很漂亮 對 那之後就沒有什麼 那我們呢 妳看 甚至是 我先說 這個是 那個美山的山頂 也是挺漂亮的 其實 你 上山 在上 перед山 看回到山的地方 真的 很漂亮 有點外國感覺 所以不是去少人的感覺比較平衡 周圍沒有那麼多人工的東西 山圍繞著 所以是蠻舒服的 我們待會就要走回去那邊 那些獅子山山那邊是大樓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走一條比較長的路 所以就要走到那邊 我們來分岔 黃色路牌的路牌繼續走鳳凰境 我們現在一下去萬丈步要兩公里 就要九個字 我們就看看這裏 這裏走去九嶺沖人水道 這裏都沒有分岔 所以都要很長時間走 所以這裏下去就要1.5K 半個小時 自己衡量 就因為走到九嶺沖人水道 我先一開始想要走